中年前53年,一直由6000多人组成的罗马军队在卡莱尔战役中被安息军队打败,后来突围溃逃,从此销声灭迹,最后他们成为了历史之谜。 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,在中国甘肃的永昌却发现了长相和罗马人极为相似的人。 自从中国甘肃的永昌县发现罗马人的后裔之后,全世界很多考古学家都来过永昌县的哲来寨。 因为这个离秦,你们想着,听着像什么呢?罗马兵那个时候2000年前就是叫Legion。 这位罗马人的后裔曾经被学者带到上海去做DNA检测,结果确实有欧洲人的基因。 这更进一步证明了这里的人很有可能是古罗马军团的后裔。 永昌县者来寨的古罗马兵团后裔,是我在丝绸之路上碰到的最神秘的事情。 想象一下,2000多年前的一支古罗马兵团在这里定居了下来,繁衍生息。 2000多年后到现在,一个美国人来到这里,见证了他们的后代。 我想,有没有一种声音可以代表这里呢? 那一定是2000多年前,这支定居下来的罗马军团在这里操练的声音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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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声音